不热身的话身上就很多零件 它就不行 再次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动作的要领 新进来的兄弟们打打卡点点心 再次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这个动作的要领 跳舞之前必须热身 热身是为了让身体零件活动开来 比如说你正常来说 你去跑步也好 是打篮球也好 都需要热热身 对 今天的裤子比较紧 热身 对不对 但是咱们这个拿跳舞来说 跳舞的话有独特的热身方式 就比如说 一 二 三 四 对 你俩要这屁股贼疼 对 对 对 把这个把这个关键部位 你给活动开 知道吧 你个拉倒吧 我跟你说 不是啊 还教上跳舞找着给你的避泪 那不至于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同学 很多同学学跳舞都是说 哎呀 看你这个舞跳的是不咋地 但是你这个课的讲解是非常的专业的 你会 好 好 先要做好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啊 然后再跳 关键这两天这个屁股又在疼 啊 好 现在我们都开始了啊 现在我们开始了啊 非常像样我跟你说啊 自信呐 自信呐 不是啊 卡了 卡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是 感谢子齐啊 谢谢子齐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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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是我只是这个 那怎么没有礼物呢啊 那怎么我跳舞这就没有礼物 屁股都跳成四半了 当然这个只是我这个 必泪不至于啊 我是一个小主 这个只是我跳舞的 我这个跳舞生涯当中的 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不是很拿手的一个风格 当然了 我还会新疆舞 机械舞 爵士舞 桑巴啊 都会 当然了 我最经典的 还是我的这个 东北大洋歌 就是 跳舞 当然是跳舞了 你懂什么 教教你老铁 教教你等到什么什么监狱里边 会演的话 你知道吧 你那个拘留所里边 会演 文艺会演 你可以上去给大家跳一段啊 我来一段这个啊 来一段这个 不能不能抖演 太累了 我来一段这个 东北大洋歌 就树叶过河 全凭一股浪劲啊 我跟你说 今天我在跳最后一遍 然后这一个礼拜 我不准再跳了 欢迎苏朵啊 动作要摆好啊 没有手机 收起 收起 大连锤一头一铁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 对不对 老地的老地的老地的天啊 手手部必须浪起来 手部必须要浪起来 手部要这样事的 要浪起来 小拉瓦子要跳起来 不行 我今天身上太疼了 我今天我跳不了 我今天有点浪不起来了 我说实话 我今天早一起来 我跟这个大腿根啊 我这个屁股蛋啊 我说没我一个地方不疼呢 我这个屁股蛋啊